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小吃蛋黄调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面粉500克 放入盆中之后打入鸡蛋两个 加入麦芽糖200克 下一步我们开始调味 加入辣椒面三勺 喜欢原味的同学可以忽略以下步骤 加入花椒面一勺 加入食用盐一勺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将面团搅拌均匀揉成面团 这一步必须多揉几次让面团更加的劲道 面团揉好之后醒10分钟备用 10分钟之后取出面团 撒上少许的面粉防止粘连 下一步开始准备切条 将面团揉成条状之后擀成3毫米左右的薄片 然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小条备用 同学们可以尽量的切小条一些 切好之后再撒上适量的面粉防止粘连 下一步我们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宽油 开大火将油温烧至五成热 油温五成热之后将准备好的蛋黄调依次下锅 然后开中小火炸四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将蛋黄调炸香炸脆 四分钟之后将炸好的蛋黄调捞出 同学们这一步必须控制好火后不能炸焦 将热油倒出之后准备下一步炒糖霜 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加入白糖30克 开中小火将白糖炒化 当糖浆炒至冒白泡的时候关火 然后加入炸好的蛋黄调下锅不断的翻炒 翻炒至锅内的糖浆冷却出现白霜的时候即可出锅装盘 这一步在行业之中称为挂霜 一道口感酥脆麻辣的蛋黄调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蛋黄调的技术总结 第一面粉和鸡蛋的比例是6比1 第二同学们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添加辣椒面花椒面或者五香粉 不喜欢的同学可以不加 第三最后必须再裹上糖霜以增加酥脆感 糖霜一般是用白糖加水熬化之后加原料翻炒至冷却即可 希望大家踊跃挨打我家作业 成绩差的同学可以在我的小店补习或者购买 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